中国俄罗斯发表联合声明 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2024年5月16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俄罗斯联邦 在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 发表深化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两个超级大国的联合声明 让我想起了1941年美国和英国的大西洋宪章 都是开启新时代的刚领性文件 本期节目让我们深度解读 整个声明一共分十个部分 我们着重强调第一部分 因为第一部分非常的重要 他从战略上体现了中俄大国关系 如何站在道德制高点 对过去150年由西方主导的外交关系体系的批判 同时开启了一个与时俱进的外交关系的新时代 如果说这第一部分讲了什么 非常关键的点 对传统秩序的批判 同时开启一个新的秩序 首先他强调 中俄关系继承于中苏关系 这属于历史传承 然后中俄关系超越冷战时期 军事同盟模式 不结盟 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 这是中国和俄罗斯关系的性质 那有人问 这样的中俄大国关系的性质 主要体现了什么 它比以往时代的 结盟体系下的关系 有何不同 为什么说 它实现了对旧时代的超越 首先一点我们要强调 现实主义的外交模式 这个历史是渊远流长的 我们最近一个时代 19世纪拿破仑战争之后 普法战争之前的维也纳体系 正好体现了这个新的时代 即将看到的东西 维也纳体系 它所体现的东西是什么呢 各主要大国之间 本着自身利益出发 实现自身利益 最大化 不过呢 我们不是去倒退 回维也纳时代 而是在维也纳时代的基础上 与时俱进 这个新的时代 与当初的维也纳体系不同 首先一点 是科技与组织架构的不同 另外是发展与进步的不同 通过发展与进步 让合作共赢 互联互通 成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最佳途径 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规范整个全球各国之间的关系 那所谓的军事同盟结盟对抗针对第三方 它到底是什么 是中俄新时代关系对这些事情的超越 是对前两个时代的批判与总结 那有人问哪两个时代 首先第一个时代 从1871年三皇同盟开始 演化到后来的同盟国协约国两大阵营 直接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然后凡尔赛体系没有解决掉之前的矛盾 奸战期形成了同盟国轴心国两大集团 直接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一个时代 从1871年开始到1945年结束 基于实力或者现实主义利益的同盟对抗关系 那这第二个时代呢 首先1946年到1991年 美苏两大阵营主导的世界秩序 以及1991年到现在 美国单极世界与美国试图通过干涉 把自己的制度强加给其他国家 进而形成以美国为向导的世界格局 这第二个时代 1946年到现在 基于意识形态 而形成的同盟关系 对抗与针对第三方是不变的 无论是冷战时期的资本主义阵营 还是社会主义阵营 还是后冷战时期所谓美国的自由式民主 与美国人语境下的所谓的威权专制 都是基于意识形态打造的身份认同的政治联盟 虽然呢 中国与俄罗斯联合声明 着重批判了前两个时代 但这不意味着前两个时代没有不可保留的 我们知道除了1955年万楼会议所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之外 一方面科技组织架构的进步 和另一方面互联互通所带来的利益最大化 是可以被保留下来的 比如说列强时代的全球化 以及联系程度比那个时代稍微低一些的 也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基于美国霸权体系下的全球分工体系 是得以保留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从他的根本互联互通的确增强了民族与国家之间的了解 然后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同时在战争与对抗年代 尤其是两极格局或者阵营对抗年代 人民的生活水平是下降的 人民的生活水平必须要做出牺牲 也就是说 由中国与俄罗斯开启的新时代外交模式 可以总结为维也纳体系的大国关系 加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加上互联互通 加上实现共同发展 共同进度的有效机制 然后整个第一部分 都是向着世界展示这样一个新时代的外交关系 由中国和俄罗斯做榜样 告诉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表现形式 首先一点我们看到 中俄始终视彼此为优先合作伙伴 始终坚持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 合作共赢 始终恪守联合国宪章 国际法与国际基本准则 成为当今世界大国互为最大邻国关系的典范 很明显 很明显站在道德制高点 尊王壤仪 而且这个机会是西方给的 由于西方的双标 他们主动放弃了 那有人问什么是道德制高点 联合国宪章 国际法 与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比如说避免战争 与实现发展繁荣 那有人问如何避免战争 比如说尊重大国的势力范围 是任何一个理性的 现实主义的外交行为的合理选择 很明显被美国无视 中俄做出表率 首先 俄方表示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 坚定支持中方 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 实现国家统一的举措 这里边的关键词是国家统一 没有谈如何统一 更没说和平统一 这是什么 这完全是中方的立场 然后中方支持俄方 维护本国的安全稳定 发展繁荣 主权与领土完整 记住 这是俄罗斯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反对外部势力干涉俄罗斯内政 并且强烈谴责对莫斯科的恐怖袭击 关键词是什么 没有乌克兰 这也是俄罗斯的立场 为什么没有乌克兰呢 这个到了第九部分 我们会看到 俄罗斯积极评价中方在乌克兰问题的立场 客观公正 赞同必须在充分完整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解决危机 关键词是什么 联合国宪章 包括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 这里边指的是乌克兰的主权与领土完整 但是声明中只提到了联合国宪章 而没有写到尊重乌克兰的主权与领土完整 明显这是在针对西方 你既然不尊重我在台湾问题上的主权 那我就没有必要去应付你想听的话 什么意思 点到为止 虽然我的立场没有改变 但是西方专业人士可以体会到里边的变化 另外除了相互尊重以外 对第三世界或者全球南方的发展与繁荣 也是西方外交的重灾区 中国和俄罗斯的声明当中 先是批判了西方利用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在第三世界巧取豪夺 无视第三世界国家与人民的诉求 中国和俄罗斯强调 首先反对霸权主义 尊重全球南方国家的利益诉求 第二实现世界多极化与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这里的国际关系民主化所体现的是政治和经济 政治上是各国的话语权 经济是各国的发展权 这也是联合国人权宣言当中所提到的 苏联所提到的各国发展权 现在在这个时代 中国和俄罗斯的声明又把它拿了回来 第三点 各国有基于本国利益条件下选择的发展道路 反对西方的制度霸权与霸凌 这个里边举一个例子 西方国家控制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当给第三世界国家发放贷款的时候 通常有一系列的政治条件 这些政治条件都是西方国家把自己的这些意识形态强加给第三世界的机会 在这个条件下西方世界谋求通过向第三世界必要的贷款来形成对第三世界的格式化 最后形成以及达到长期的掠夺 而现在中国和俄罗斯表明明确的反对这一点 认为这是美国和西方霸权主义和霸凌的延伸 最后捍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果实 反对否定篡改和歪曲二战历史 这是干什么 告诉西方 警告西方要尊重战后秩序 如果你们不尊重不遵守战后秩序的话 反正第三世界也要求改变 这个秩序是对你们非常有利的 但是如果你们在这个条件下还不尊重的话 那是时候改变一下了 别到时候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后悔药可没有啊 还是那句话 国际关系与秩序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 如果从行为上描述 中俄联合声明所要达到的全球外交新时代 那么就是外交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 布尔什维克啥意思 俄语多数 什么是多数 全球南方或第三世界的诉求 全球南方与第三世界的发展权与话语权 他们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我们顺应他们的潮流 这也是普大帝所说的 黄金十亿人指的是西方 通过奴役其他七十亿人来达到他们的美好生活 你说这公平吗 比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之前中国生产衣帽鞋袜 十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的时候 当时劳动密集型 我们能得到的利润低于5% 现在华为 Pora70全国产之后 我们才知道 我们才能够把百分之百的利润留在国内 这就是基于西方秩序下的全球分工体系 对于第三世界你说它公平吗 难怪第三世界害怕所谓的产能过剩 为什么 因为他们想制造的是产能短缺 然后实现长期垄断 对第三世界进行长期的技术剥削与支配 那中国和俄罗斯在干什么呢 我们看到中国和俄罗斯正在联手 全球南方和第三世界 打破这个吃人的旧世界 共同创造一个共同发展的新时代 大家怎么看底下留言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 喜欢大野猫节目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